東京一向是潮流的指標 說明是潮流指標又怎會玩一閘就走 去完古代的日本 今次就一齊來征服東京晴空塔TOKYO SKY TREE 東京晴空塔是全世界最高的電波塔 仍是一座全天候的商業中心 有辦公室、展覽場地、商場、餐廳、博物館、水族館 要一口氣說完都差點喘氣 要拍到最完美的東京晴空塔 酒店就一定要選同SKY TREE 爭一個站的 Tobu Hotel Levant Tokyo 它不單止是東京晴空塔三大官方酒店之一 還是距離Tokyo Sky TREE 最近的酒店 都未算了 酒店頂層24樓的高級餐廳嚴重不得了 邊看美景邊享受這裡自受歡迎的 和洋節充滿直套餐 既有新鮮刺身海鮮 還有大廚精製的和牛牛扒 甜品還有12款 又有雪糕又有布甸 還無限添食 會不會太完美 飲飽吃醉又休息 讓SENCER推介一下東京晴空塔的五大必到景點 第一站就是大人小孩都喜歡的麥田水族館 這一座是關東地區第一座使用全人供海水的水族館 最搶眼的就是這個無疑自然遺產 小粒圓群島的海底景色大魚缸 一場來到千萬不要錯過企鵝位置時間 每天的1點半和4點時段 就可以看到整班企鵝圍著等開飯的QQ樣 臨走記住去水族館精品店 還可以帶齊鵝仔回香港 第二站就來到這間Cheese Garden 這隻皇室御用的芝士蛋糕真是紅到一個點 吃完堂食就當然要順便在旁邊買一個 拿獎的芝士蛋糕回香港做手信 又要遇上半個行李結放手信 說到手信 東京晴空塔1至4樓都是購物天堂 這裏集齊來自日本不同地方的特色手信 第三站要介紹的就是這間源自沖繩的食鹽專門店鹽屋 沖繩海鹽仔向白滑 這裏除了有漂亮的沖繩海鹽 還有超過360種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味道的調味鹽 最受歡迎的這隻沙律調味鹽 是橄欖油加醋和香草混合二成 就這樣加下沙律吃又行 醃肉亦行 有了它 烹飪白癡都變成專家 說到肚子我又是時候吃過午餐 東京Skytree這麼多餐廳 為何要選擇這麼多人來排隊呢 這間回轉壽司叫Toliton 原來是北海道相當出名的回轉壽司店 分店通通都在北海道 此外只有東京池台和晴空塔才有分店 每天空運的北海道新鮮海鮮就當然了 不過Sensei最推介這個 時令滋味三重盛 五十元都不用就可以吃到 美麗吞拿魚和甜蝦真心底 還有這一款奢侈到爆的蝦膏軍艦 喂 不說那麼多了 想品嘗有多美味 你們自己過來試試吧 最後要介紹的就是這個電視台官方商店 Tree Village 剛才都說過 Tokyo Skytree 是一個電波塔 日本電視台、朝日電視台、東京電視台、 TBS電視台和富士電視台都要靠它來傳送電波 這間電視台的官方商店 正正是賣這五間電視台的精品 你看你看 還有富士電視台的員工食堂拉麵 杜邊植味的麵豬敦蛋糕 連這期最紅的大叔的愛精品 都放到整季都是 還有很多很多日劇精品 簡直是動畫和日劇迷的天堂 各位同學來到Skytree 記得馬克實這裡來朝星 看完Sensei的介紹 同學們是不是都很想獨佔東京晴空塔呢 現在就是好機會了 只要去淺草 東京晴空塔城 《日光穿越池代》這個Facebook專頁 參加獨佔東京晴空塔攝影比賽 就有機會贏得 東京晴空塔30分鐘免費包場 東京商人來回機票和酒店住宿 12月31日就截止了 記得把握機會了 今次就和各位玩到這裡 下次再和Sensei一起去日本 到處吃到處玩吧 下次見 またね 优优快早発 東京晴空塔 穿越快 osition 反正 氏 傳統